据亚洲青年杂志1月4日报道 菲律宾一名女子意外地享受了一次包机服务 这名女子名叫路易莎埃瑞斯普 她乘坐的航班是从达沃市非阿玛尼拉的菲律宾航空公司PALPR2820航班 她在圣诞节前乘坐了单航班 她是打算去旅游的 然而当她登上飞机后她惊呆了 飞机上除了她 没有其他乘客在整个旅途中空乘人员都只为了易莎一人服务 不管是提供食物和饮料还是飞行中的安全指示 路易莎在脸书上分享了她的这一次不平凡的经历在一篇帖子中 她说她最初感到很紧张 她写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货该想什么 今晚我要一个人坐飞机没有其他乘客 是由我我很紧张上帝请照顾我 不过她后来还是很享受 这次只属于她的飞行 她还在脸书上更新了她的动态 飞行顺利 我一直在换作为路易莎还抓住机会和空乘们合影 这次不寻常的飞行瞬间轰动一时 吸引了网友们注意到 目前为止路易莎的帖子收到了两万条赞 一点一万次转发和3300条评论脸书网用户为她的幸运体验欢呼 大家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单飞 这架飞机就像她租的一样 挖一身一次的经历 我也想要这种航班 列入我的心愿单了哈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